época 各位同心 我們現在開始商課 這節課由我們楊庭萱 楊老師演講 請掌聲歡迎謝謝 各位同心 早安 有沒有精神一點點 一大早 有啦齁 還是要睡覺了 待會要吃飯啊 要喝咖啡找我們這位童心啦 怎麼這麼好 真的齁 如果要睡覺的童心 找我們這位童心有咖啡啦 巧克力拿鐵 巧克力拿鐵還有黑咖啡 看你要喝甜還是不甜 這邊都有供應 不要睡去 過台了 等一下我要來一杯齁 今天跟大家講的是歷史的軌跡 歷史的軌跡 台灣的歷史 大家有沒有覺得自己認識很多的 還是認識很少 台灣真正的歷史 應該是很少的喔 想說自己讀了70年 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的教育的歷史 應該覺得 欸台灣的歷史 幾幾天也有認識啊 可是在我自己本身 來台灣上課之後 我才發現 自己對台灣的歷史 台灣的歷史 認識的真的很少 因為為什麼 我剛開始來的時候 不是自願的啦 是被逼的 在座有沒有人被逼的 有嗎 有齁 讓人逼來的對不對 我也是啦 被逼來的時候 就是我們隔壁的一個阿姨 他跟我們媽說 欸台灣啊 要變天啊 要換政府啊 跟我們媽說 我媽回來就跟我說 欸台灣啊 要換政府啊 你怎麼知道 我說我不知道 我才知道你讓人陪我 我說這哪有可能啊 你想有可能 頭一次聽到的時候 感覺有可能 不可能吧 我沒有相信嘛 然後我們隔壁的阿姨 就一直跟我媽媽講 啊啊啊啊啊啊 然後我媽就給我錄了 她就說 不然你陪我來 我們當時就是 新竹州的州辦公室 她說你陪我去那邊 聽聽看 他們說什麼 台灣民進府是真的還是假 我說好啦 怕我媽媽給人陪我 我就飛去 去到那裡喔 我們當時的州長 就開始跟我們講 那個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什麼東西 我第一次聽到 我第一次聽到 從小到大學長這麼大 第一次聽到 什麼叫流亡政府 是不是 聽不懂 他說幾批 然後又放那個什麼證據給我看 然後放那個警察林檢給我看 看完之後 路上回家的路上 我媽就跟我問 欸你覺得真的假 我跟她講 假啦 因為我聽不懂 然後 我說我聽不懂 什麼流亡政府 然後什麼警察 然後什麼中華民國要走了 什麼台灣民政府 我都第一次聽到 我說我不辦 不過我覺得這怎麼可能 我覺得你絕對給人家 然後過一陣子 我們個別的阿姨 再來說 我媽就說 好啦 叫我去上課 不可能 不叫我女兒去 叫我去啦 我說我哪有贏啊 她就說 你有贏 我知道你有贏 你幫我去聽看看啊 看她是說的是正義還是假 我真的很不想來 我媽就從早到晚上一直說 一直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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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好好好好 她有好嗎 我說好 我去一趟 這樣她的死心沒有 對不對 我就來上初級班 我來上初級班 我就就認真 就認真在聽看 我想說要找她的漏洞嘛 對不對 看她說的 台灣這個歷史 這個地位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結果啊 初級班 想完 我就 怎樣 反腔熱血 我就感覺 我聽到 欸 跟我們不同的東西 有這種感覺 從昨天上了幾堂課之後 大家有沒有覺得 你聽到的東西 跟外面所認知的 都有點不太一樣 我就有一股熱血 我就跟我們朋友說 我隨意跟我們朋友說 我說 欸 台灣民進府是 怎麼怎麼怎麼 隔天 經過一個晚上 隔天 他就這樣 告訴我 我說 欸 你想要怎麼 要跟我來上課嗎 我 後禮拜 要上高級班 他就跟我說 他就跟我說 我跟他說 我實在你 十幾年 你給我 欸 好像很實在的 對不對 我說 對齁 我才初級班 剛上完 也不是很厲害 結果 他就跟我講說 你齁 我就知道你 單純 你絕對 沒有上網查 對不對 我說 對齁 你怎麼知道 果然是我好朋友 這實在我的高興 我沒有查 我就相信了 那有單純嗎 為什麼 我就跟他說 我感覺齁 台灣民進府 多久了 幾年了 裡面有誰人 博士也有 醫生也有 律師也有 比我高學歷高知識分子的 很多 我就跟我朋友講 輪到我 來去問問題嗎 我說該問的問題齁 幾年來齁 該查的證據 人都查得清清楚楚 我說我有問的就好了 我還需要上網查嗎 這個世界 本來就是有一體兩面 我說我沒有強變喔 我說我的思考 邏輯就是這樣 有在這裡嗎 我說這樣我比較聰明 然後 他就說 好啦 不然這樣我幫你問 舊金山和平條約 你說你是日暑美戰 舊金山和平條約 裡面已經講 日本放棄台灣的 名利請求全力 啊為什麼你還說是日暑 我就跟你講 我告訴你 我不知道 為什麼 我初級班才剛上完啊 我也不知道啊 因為法理的東西 它很深 你有看過我們的新台灣論嗎 不是一分高高 你如果是有知道喔 不用一分 半分就好了 你自己去台灣 人給你問什麼 你都知道要清清楚楚啊 這是我之後 考軍手的時候我發現的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跟我朋友講 我現在不知道 你說我告訴我們 想完 應該知道啊 我才跟你講 所以今天喔 帶大家看到的 是台灣的歷史軌跡 還有什麼 讓大家知道 真正台灣的歷史 不是我們70年來 讀的流亡政府 告訴我們的歷史 你會覺得有什麼不一樣 大家知道 Formosa 是哪裡嗎 台灣 它在13 14世紀 西班牙葡萄牙人 開始環遊世界 打開大航海的 世紀的時候 Formosa是一個美麗的意思 很美麗的意思 那他們呢 航海圖從日本琉球 經過這個島嶼 這是哪裡 像台灣嗎 不像 第一次看到對不對 它是不是分成三個區塊 是台灣 他們發現台灣 哇 怎麼有這麼美麗的島嶼 這麼漂亮 所以他們就把 Formosa 這麼美麗的名字 賜給了台灣 台灣 那當時這是我們 最早期的 台灣的 航海的地圖 那因為那個時候呢 航海的技術 不是很發達 才會畫成這樣 這是錯的啦 這是錯的 可是這是台灣 最早期的地圖 那大家猜猜看 最早 在台灣 Formosa 島嶼活動的 外來的民族是誰 你看看 荷蘭 還有嗎 還有嗎 西班牙 荷蘭西班牙還有嗎 葡萄牙 對吧 這都是我們讀的歷史對不對 最早是誰 最早是日本 在十三十四世紀的時候 日本人已經在 Formosa活動 他是一直到 1633年 德川幕府鎖國政策 禁止日本人 赴海外發展 才開始轉讓停止的 日本至少比中國 早300年以上 在台灣的領土土地 居住跟活動 這個都是在 歷史文獻上是有的 所以最早的 不是 葡萄牙人 不是西班牙人 不是荷蘭 是日本 有沒有跟你讀的不一樣 為什麼 剛剛講到的荷蘭 荷蘭啊 他當初要進台灣 Formosa活動的時候 他還要經過 日本的德川幕府的許可 他每年 荷蘭喔 每年要向日本的德川幕府 禁貢三萬張的陸皮 我才允許你 來台灣活動 所以說這是日本很早 他就擁有台灣的主權 所以荷蘭 連荷蘭都要經過日本的許可喔 為什麼 大家知道荷蘭為什麼要來到台灣 他算是我們歷史上 比較一個有外來民族 比較有制度系統控制台灣的 第一個民族 第一個民族 那 為什麼他要來台灣 因為當時 中國 中國 對於歐洲人來講 他們什麼東西是 歐洲人最喜歡的 有人知道嗎 荷蘭不是 絲綢 絲綢 然後跟什麼 瓷器 絲綢跟瓷器 是歐洲人 那個時候 中國來講 這個東西對他們來講 是個寶 有很高的利益價值 他們那個都好像 供奉在博物館那樣子 所以 當時呢 歐洲包括荷蘭他崛起 荷蘭東印度公司崛起的時候 他也想要分這一杯羹 他也想要這個利益 但是他要這個利益的時候 最早期的 葡萄牙人跟西班牙人 他們已經佔據了 廈門 澳門那個地方 那荷蘭呢 他要找一個地方 做他的什麼 轉運站 所以他最早的時候 是選澎湖 不過澎湖在當時的大民國 很近的 他感覺有威脅 所以說他派兵 把荷蘭趕出去 那從澎湖趕出去之後 他還要算嗎 他就選了台灣 那台灣那個時候呢 日本他剛開始是 日本允許他進來 那一直到德川幕府鎖國之後 他就幫他 所以我們就被荷蘭 有統治佔據過一段時間 要了解 跟你們台灣有什麼 不一樣 所以我們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已經奠定台灣是 很重要枢紐的地理位置 可是在這個時期呢 中國的漢民族 就是當時的大民國 他們說不知道 地球是圓的喔 也不知道說 需要去繪製海圖 要去發展航海的時代 他們很封閉 很封鎖 可是這個代表什麼 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會造就台灣以後的歷史悲劇 這都是有原因的 因為當時的中國很落後 他們封閉 那你說到當到後面 中國再來統治台灣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是殘局 所以從現在開始要放大檢視 我們讀的七十年來的歷史 是錯誤的 是被捏造的 你要很清楚台灣真正 從以前到現在的 真正的歷史地位 這個是我們FORMOSA 一個政權輪替 大概的轉移 1624年日本讓與荷蘭 1662年荷蘭讓與正成功 正成功大家都知道啦 1683年正式王朝讓與大清帝國 1895年大清帝國讓與日本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正式將台灣編入他的國土的一部分 1945年10月25 因為戰敗 被中國人佔領到今天 那我們剛剛講到 政權的輪替 荷蘭對不對 他有沒有真正過擁有台灣的主權 剛無 他佔據的地方有哪裡 現在看到的 大概這個紫色的地方 剛有去過紅毛城 有沒有 有去算過啦 在淡水對不對 那個時候就是荷蘭的勒蘭遮 那時候他們 蓋了這個 像是他們的一個佔領的軍事基地 然後來控管台灣 那荷蘭他把台灣當做什麼 轉運戰嘛 當然不會好好的建設台灣 不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 所以那時候台灣的人民很可憐 他都叫荷蘭人叫什麼 紅毛鬼子 對不對 紅毛啊 對 那時候台灣人一樣都是被欺壓 那再來呢 荷蘭 轉腿 軍事王朝 鄭成功 鄭成功又擁有台灣嗎 有沒有擁有過台灣真正的主權 他擁有哪裡 現在看到的這個地方紅色的部分 這樣有小塊嗎 是不是也只有一點點 大家知道為什麼 鄭成功要台灣 你看 反清復明 對 中華民國歷史都讀得很好 他當初就是為了佔據台灣 為了要什麼 反清復明 當時中國的大清國 所以佔據台灣 那佔據台灣會好好治理嗎 不會嘛 都是有目的的 那會好好的對待台灣的人民嗎 也不會 那只是因為華人跟華人 所以趕走了一個 紅毛啊 還有什麼 鄭成功 紅毛比較好 然後台灣的領土 佔據台灣領土 也只能這樣而已 所以從荷蘭到鄭成功 都還沒有人真正擁有過台灣主權 再來 我們所認知的大清帝國 這張圖有沒有看過 有齁 為什麼只有一半 這個是我們的西半部對不對 大清帝國對台灣的領土有效管轄 不給予Formosa的全島 僅限於六個漢人屯肯區 就是只有西半部而已 為什麼 我們有看過賽德克巴萊嗎 有沒有很英勇 這是我的獵場 你如果要侵入 直接 頭就砍掉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什麼 表示東半部啊 從荷蘭鄭成功一直到大清帝國 都還沒有真正的被管理統治過 大清帝國在台灣 佔據多久 有人知道嗎 幾年 212年 這樣有久嗎 已經久到可以讓台灣的人民 誤認為他是主國 有沒有 因為太久了 可是大家知道大清帝國在統治台灣的目的又是什麼嗎 他會不會認真的好好的管理台灣 大清帝國所認知的台灣 當時我們上一個是不是看到鄭成功 他的佔據台灣的目的是什麼 反清復明對不對 那大清國要把他消滅 收復嘛 收復之後 我跟你講大清帝國當時的皇帝 其實他不想要台灣耶 他感覺台灣是一個化外之地 他覺得離我的大清國太橫啊 我還要花錢 還要花人力污吏 去把他管 管轄 建設要不要錢 管理要不要錢 要不要 他感覺很麻煩耶 他沒想要台灣 可是當時的師郎 知道嗎 他就跟大清帝國的皇帝說 他說 你沒有台灣這樣好 這樣又讓人 有新人士又佔據 然後又反清復明一次 這樣是不是 得不償失 但是大清帝國的皇帝說 我沒想要花錢啊 我也沒想要把他管啊 我感覺很慌耶 他還沒開發啊 為什麼這麼久以來台灣一直沒被開發 荷蘭 鄭成功 我剛剛講的重點 是不是都沒有很認真管台灣 也沒有控制過整個台灣 那你說台灣他會 不管經過多少年 他是不是都還是很落後 那包括轉到大清帝國的皇帝手上的時候 他一樣是落後的 所以大清帝國皇帝 沒想要 可是師郎就給他建議 他說這樣我給你一個建議 台灣齁 你用班兵制度 台灣不足成 來把台灣控管 什麼叫班兵制度 你沒想要花錢 我跟他說文武官員嘛 你管理一個地方要不要文官 要不要兵要不要武官 班兵制度三年為一任 我今天派你我們講文官 我派你到這個地方治理 我們今天換了一個桃園縣長 桃園縣長來這邊 他從中國來到台灣的時候 來回我們給他扣掉半年 坐船嘛對不對 剩兩年半 你來到這裡 然後熟悉這個環境 鄉民 黎民 要一年嗎 差不多吧 剩多久 一年完 一年完 結束了你一定絕對要回到中國 回到當時大清帝國 為什麼 他把你的官員的家屬都扣押 為什麼要扣押 因為他怕你反清負明 所以他派兵去派官去 他心不甘情不願 他怕你去那裡 跟當地的人過反清負明 所以我給你一個條件 你去那裡待台灣 然後回來之後我就讓你升官 但是呢 你去那裡我又不給你很長的時間治理 我剛剛講他剩下一年多可以做事 你把文案寫一寫 想一想要怎麼建設台灣 台灣你就要走啊 我問如果是你 敢要好好做 敢要好好做事 啊台灣是寶島了喔 台灣物產豐饒一年三收 啊我在台灣可以做什麼 貪污 是不是 我能挖就挖 能剝奪就剝奪 我敢要好好做事 我也沒時間啊 我家裡的人也沒在這裡啊 我也沒辦法落地生根 這就是當時的文官 啊武官耶 派兵 他也沒信命啊 皇帝也不要啊 他就說好 私人給他建議 你就募集當時中國的誰 流浪漢 無業的流浪漢 農民 來台灣當兵 這樣子的文化 這樣子的落差 這樣子的水平 來台灣再配上這樣的五官 包括來台灣當兵 也是三年一任 都是一樣的耶 那台灣就算被大清國統治兩百多年 又會怎麼樣 是一樣落後 會有建設嗎 那台灣人民是不是一樣被欺壓 然後呢 因為這樣子的制度 三年一小返五年一大亂 兩百多年就是一直這樣 革命 一直抗爭 台灣人想要爭取台灣人自己真正的地位啊 經歷過荷蘭正成功 到大清帝國 都沒有人要好好的對待台灣人耶 然後台灣不足成 什麼意思 我沒想要開支在台灣 我沒想要建設 所以說 憲政府我也不蓋 來治理台灣也不蓋任何的城 這就是當時兩百多年的大清國對台灣的制度 這樣你們覺得 他又是我們的祖國嗎 不是 我們讀的歷史裡面有說這個 不過這是真的啊 台灣真正的歷史就是這樣 所以台灣人 很可能耶 他都不知道 喔 我從以前到現在 都是這樣被欺壓 被中國也是還兩百多年 那我們的亞洲四小龍怎麼來的 經濟奇蹟怎麼來的 是日治的五十年 才有現在的 之前台灣的經濟奇蹟 這家是真的耶 台灣的歷史 大清帝國 1887年才完成台灣的建神 意思是說什麼 台灣剛剛看到我們那個地圖 FORMOSA是不是只有西半部 204年後才宣布台灣要併入大清帝國的版圖喔 啊併入版圖 是他的嗎 當然是大清帝國的 不是為什麼 因為他只有一半而已 他只擁有台灣一半的主權 所以台灣從來沒有屬於過中國 大家了解嗎 可是為什麼我們會有文化上的認知 我們為什麼會有錯誤的感覺說 喔好像那是我們的祖國 因為兩百多年有久嗎 很久的吧 足以改變你的心裡面的一個文化的 心理的寄託吧 夠了吧 因為我們為什麼會被衝擊文化 台灣啊台灣原本的住民是誰 平埔族 夠高砂族對吧 可是我們平埔族跟高砂族 原本的文化是什麼 我們是 以女性為中心 就是母系社會 對吧 我們沒有我們拜物教 沒有族姓 沒有祭祀祖先 沒有文字 沒有書 只有什麼 代代相傳靈魂不滅的傳說 一代傳一代 我告訴你 我們這一輩 多勇敢 多勇勇 多勇勇 然後我們的傳說是怎麼樣 設日 有嗎 然後 你只要 你只要 勇敢的 我們出去狩獵 然後 我們就可以成為 勇士 他告訴你的 文化是這樣 可是 你沒有字 沒有共通的語言的時候 會怎樣 只要有外來有系統的 是不是很容易就可以統治你了 你要台灣一直沒有建構自己台灣人的主權 因為我們沒有沒有自己的文字 沒有自己的書 所以才會沒有國家 我們當時是部落 所以被人家統治的時候 我們就很容易就被統治了 可是 我們自己台灣人 我們要很清楚 台灣人自己真正的歷史是什麼 我們原本是這樣的 原本是這樣 所以說所有的東西都是外來 你有沒有覺得台灣很奇怪嗎 台灣為什麼有東方文化嗎 西方文化 對不對 我們的高砂族大部分都是姓 都教 為什麼 在荷蘭時期 被荷蘭統治的時候 他們沒有要建設台灣 可是他們對一個東西非常的認真 就是傳教 在通商的時候 以台灣為轉運站的時候 他們派了很多的傳教士 改變台灣的文化 尤其是針對原住民 他一直教導他們 西方的基督教的文化 然後 所以台灣人他們到現在 有真的去想過說 為什麼我們 台灣明明就是一個地方 為什麼 有東西方的文化 這個人姓基督教 然後這個人姓佛教 道教 道教 是不是 正常一個國家 應該大部分會是以 一個文化為主 為什麼我們會有東西合併 這就是台灣的歷史 還有什麼 二月份就不會什麼 要過年了對不對 過年當然是台灣的文化 不是喔 過年 中秋節 端午節 三節 都不是台灣的文化喔 這都是從哪裡來的 中國 從中國來的 在大清帝國統治台灣的 212年所帶來的文化 的教育 所以我們要很清楚 本土台灣人原本是什麼 這樣有了解嗎 所以我們原本 是以靈魂不滅為傳說 後來 因為殖民的關係 受到東西方文化的影響 這才是台灣真正的歷史 這個會造成什麼 集體潛意識的文化 很恐怖喔 會造成台灣人心裡面 每個人認為說 我好像是中國的一部分 我好像是從中國來的 是不是 好像中國當然是我們的祖先 會有這樣錯誤的認知喔 因為我們不知道 原來最早最早期 最早最早期 來到台灣的外來民族 其實是日本 因為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給我們的70年的歷史課本 他沒有寫過真話 我們讀的都是什麼 康熙 乾隆 還有誰 慈禧祕祕生活 大概讀的都是這些吧 但是 對台灣真正的文化 他們教的非常的少 那大家有看過這一張嗎 這個就是 馬關條約 日稱下關條約 1895年 大清帝國皇帝 正式將台灣籍澎湖 永久讓給日本天皇 這邊我們有看到 大皇帝陛下及大皇帝陛下 簽的合約 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喔 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 澎湖列島 有沒有 東緯度然後哪裡哪裡 豬島割讓 這個叫什麼 他是把台灣澎湖的地圖寫得很完整 這個叫做土地權狀 這個叫做土地權狀 這就是我們所謂的土地權狀 大清皇帝割讓給日本天皇之後 從1895年開始一直你追溯到今天 沒有任何一個條款 再將台灣及澎湖割讓出去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你找不到土地權狀在割讓了 沒有再賣給人 也沒有再掛給人 所以從這一刻開始 就已經割讓給日本天皇 你到現在土地權狀都還在日本天皇手上 那你說台灣這塊領土權是誰的 當然也是日本天皇的啊 割讓給日本天皇之後台灣分為什麼 三個時期 講到這裡有沒有人會覺得有疑問說 跟我當時出一班上課 你們台灣民進府的啊 老師都說 日本人對我們很好耶 不過啊我台立書啊 好像不是這樣耶 對不對 好像也有 跟我們起呼吧 有沒有 有嗎 有 不是說齁 完全就是這樣 因為日治時期分為三個時期 前 中 後 五十年嘛 差不多前半 前期差不多約二十年左右 那個時候 前期五官的後藤新平 他剛開始 接管台灣 來到台灣的時候 他發現一個問題 台灣 怎麼這麼落後 他嚇一跳 然後不要嚇一跳啦 他日本兵來到台灣 死了三四千人 為什麼 為什麼 病死的 因為台灣非常的髒 衛生環境 髒 亂 他們沒有想到 大清帝國 是不是統治台灣已經兩百多年 還可以這樣落後 因為他從來沒有認真治理過台灣 所以他嚇到 而且他還發現一個重點 台灣的東半部 怎麼沒有統一 沒有被統一喔 那時候 要怎麼辦 日本人他就依照 萬國公法 國際戰爭法去問 美國說 那東半部 這樣沒有被統治 美國就跟他講 你要用我們美國 統治印第安人的方法 武力征服 因為他是部落嘛 你一定得先用武力 統治了 建構完整的主權之後 你才有辦法實施 你所要實施的制度 政策 所以 那時候就有我們所謂 記憶中的 抗日 那時候我們的 一名軍抗日 我們用什麼這個 第二個倒菜的 然後跟日本兵對抗 這樣贏還是輸 當然也是輸 因為台灣人 一直以來都沒有自己的 國家沒有自己的文化 所以 沒辦法啊 他們拿槍我們拿這個 但是呢 日本啊 經過這一次的戰爭之後 他發現 他們怎麼記錄台灣 適可殺不可擄 台灣的民族精神 非常的讓人佩服 所以這是日本人對台灣人的評價 所以 剛開始的20年左右 他還是 將台灣當作殖民地 然後用殖民主義來嚴密的 控制台灣的社會 所以在我們的歷史記憶當中 好像日本人有欺負台灣人 可是你們知道這個人 厚騰辛平 他不是只有過而已喔 他有很大的功勞 很大的功勞是什麼 我問一下在座 有誰已經辦了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 請舉手 這麼多人 那請問一下 辦台灣民政府身份證的時候 叫你們去申請什麼 日治時代的戶籍騰本 對吧 請問一下為什麼是日治時代 不是大清國時代 為什麼為什麼要申請日治時代 不是申請大清國 對喔 因為在這個時期 這個時期已經這麼久了 200多年的大清國時期 一直到了厚騰辛平 才有戶口普查 一直到了厚騰辛平 他才將台灣的家家戶戶 你們家有幾個人 你們口渡有幾個人 他才把你調查得清清楚楚 你才有戶籍騰本喔 大清國從來沒有認真的管理過台灣 他管你有多少人 死一個算一個 我沒要差嗎 一直到這個時期 台灣才建立了戶籍騰本 所以我們申請的是 日治時代的戶籍騰本 所以大家知道這個原由是什麼嗎 所以你說他有多少的工 他做了多少事情 土地調查戶口普查 衛生農業科學工業警察交通教育 他做了非常多的建設 收復台灣主權之後 在台灣他發現 蓋了一大堆醫院 你覺得你太恐怖了 所以培養出了什麼 很多的醫生 所以到了1904年的時候 台灣的財政已經完全自主 喔這個是很重要的喔 我剛剛是不是一直有提到 荷蘭正成功一直到大清帝國 他們都不想要在台灣花錢 因為你台灣建設弄一弄之後 你就要花很多的資資源嘛 對不對 可是他們都忽略了一點 台灣是寶島 台灣本身氣候溫和 然後台灣的物產豐饒 你好好治理台灣 台灣除了自給自主的能力之外 他還可以供應很多的 其他的東西給別人喔 這是台灣 所以台灣為什麼叫寶島 日本之道 所以當時他發展台灣的建設之後 台灣已經可以自給自主了 所以那時候的公共建設 甚至比日本的內地還進一步 台北的下水道是亞洲第一喔 亞洲第一 那你看台灣當時的建設有多麼的先進 那到中後期呢 那到中後期呢 田建智郎的時候 田建智郎 他是文官 我們剛開始後藤新平是武官 到田建智郎文官統治的時期 還有當時的首相援進 那他們就想說 喔台灣是一個寶島 那我從日本 琉球 這樣延伸到台灣 把他南瓜成自己的領土 好嗎 但是你會不會嗎 很好嘛 那時候要做什麼 內地延長主義政策 依照萬國公法跟國際戰爭法 他有一些條例 他就依照這些條例 打算將台灣納入為自己的國土 這時候政策 就180度轉變 他開始做什麼 黃明化政策 同化政策 大家學什麼 阿伊吾阿喔 對不對 然後 語言要一樣嘛 然後 觀念 讓台灣人如日本人 一般效忠天皇 日台共學 台日通婚 然後 任用大量的日本的精英來建設台灣 大家知道八田語一嗎 有聽過嗎 八田語一是誰 一位深愛台灣的日本人 一個震撼亞洲的偉大功臣 震撼亞洲耶 八田語一啊 沒有他 就沒有台灣今天的什麼 魚米之鄉 他所做的建設啊 大家知道他這個雕像在那個烏山頭水庫 聽說很漂亮喔 那是烏鷹可以去玩 我們紀念他 他 他當時參加什麼 嘉南大郡 烏山頭水庫 台北下水道 高雄港 台南水道 桃園大郡 水力發電 他成為日治時期很重要的 土木化的現代工程 烏山頭水庫啊 還是世界第三大的水庫 世界喔 第三大水庫 這樣有感覺台灣有夠嗎 台灣有夠是誰的功勞 是大清帝國嗎 是日本 所有的建設都在日治時期弄出來 那 我們一個建設 十年二十年 那大家知道台灣畫 那個日本畫台灣的建設藍圖 一畫是幾年 幾年 一百年 一畫就一百年 所以大家知道台灣到現在 很多的建設藍圖都還在沿用日治時期的藍圖 到現在喔 到現在 那流亡政府 中華民國 都也是 都要用黑喔 所以很厲害的是在這裡 所以大家知道 台灣的歷史是怎麼樣演進到現在 亞洲經濟四小龍是誰奠定的 我有時候讀到這裡 我就會心生生 大家想說 如果我們沒有被落後的中國統治 台灣到現在 會是現在這個光景嗎 還會馬路天天在挖嗎 沒有錢就去挖馬路 會嗎 台灣可能 到現在 是會很進步的一個國家喔 所以奠定台灣的經濟奇蹟 在日治時期的時候 我們知道的中貫鐵路 有沒有 高雄港 台南安平 機場 全台的發電 水力發電 資訊傳播 資訊傳播也是一個 建立一個國家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經濟基礎 媒體嘛 那時候就會發生很多的經濟奇蹟變化 那台灣人 就會有時間對不對 看書啊打棒球發展什麼 畫畫的文化 所以大家知道嗎 現在的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 一 還沒有建立的時候喔 台灣當時 的經濟基礎就已經比他進步一百年 那大家知道我們後來發生的歷史悲劇 被落後的中華民國統治的時候 這就是原因 因為你會有文化上的落差 所以 日本他已經建立了什麼 司法機關警察 農會金融財政體系 普及全島的初級教育 普及全島初級教育 這個很重要 為什麼 每個人都有書可以讀的時候 你會不會隨地大便 會不會隨地尿尿 你是不是就有一個道德觀 道德素養 這都是演變日後 一個戰爭的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以現在看到什麼 這樣有夠嗎 有 得當啊 那大家看到他們都什麼 跪著讀書 我們現在是不是很好 都可以坐咧 跪著的時候他訓練 為什麼要訓練台灣人這樣 有一個武士精神嘛 日本的武士精神 是不是很令人敬佩 所以當時訓練台灣的一些初級教育 然後貫徹台灣的人的一些文化的時候 就是有這樣的精神 那這個 有漂亮嗎 有沒有看到他們穿的鞋子 是不是 台人都有鞋子彈琴 我跟他說 這張我媽看到的時候 他跟我問說 欸 他都有鞋子彈琴了 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 立刻的時候沒有鞋子彈琴 我說你那時候是 我媽那時候立刻的時候是什麼時期 流亡政府中華民國統治的時期 那日治時期的時候有鞋子彈琴 流亡政府統治台灣的時候沒有鞋子彈琴 代表什麼 代表退步了嘛 然後這一張是 什麼 我們 在台灣日治時期第一所成立台灣人讀書的 學校小學 然後這一張是 台灣的小學生打贏日本小學生棒球比賽的一個合影流念 可是這個又代表了什麼 代表了台灣人當時的文化是吃得飽 穿得暖 你才可以有時間打棒球嘛 不可能 不可能 你一定會有時間打棒球畫畫嗎 不可能 你一定會有時間打棒球畫畫